哈喽大家好,我是云仔 不知道大家一般冬天是怎么护肤清洁管理皮肤的 因为像我一样的干皮一到冬天就特别容易起皮 但是有的地方又会长痘、出油、长黑头 所以只用一个洗面奶洗脸还是很有局限的 但是用清洁磨砂产品又会特别干燥 真的太烦恼了,到底要让我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去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料 发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今天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干皮很友好的清洁护肤的方法 一般我平时使用清洁面膜的时候都是直接把它们涂在脸上 然后等过个5到10分钟,用温水洗掉 但是今天呢,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用法 首先,大家先准备一个清洁面膜 今天我就用我前阵子在Ulibion买的艾莫莉的清洁面膜 Steady Sifuli这个牌子是艾莫莉旗下一个专门做面膜的品牌 专业度非常强 它的质地是那种奶油泥浆质感的 就算平时单独使用呢,也是非常容易涂抹均匀的那种 同时呢,这个清洁面膜是一个含有很高含量的鸡血草成分的产品 所以对镇定痘痘还有闭口呢,是有很显著的效果的 我觉得一年四季不分季节都可以使用 当然也是完全无刺激的安心成分 在美丽修行和化解上呢,都是排名比较优秀的好产品了 总之在韩国的口碑很不错 清洁面膜准备好了,然后大家还需要再准备一支洗面奶 我用的是Round Around的弱酸性洗面奶 经常关注我的小姐妹们一定比较熟悉这款洗面奶了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 主要成分呢,是绿茶成分 清洁力度很不错,而且还不拔干 也是一个在无利不秧可以买到的产品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洗面奶和清洁面膜挤出1比1的比例 混在一起揉搓一下 或者呢,最好是使用这种打泡器 大家看,就有非常丰富的泡泡出来了 我们呢,就把它当成清洁面膜一样,覆盖在脸上 就是一个超级温和的泡泡清洁面膜了 这样弄呢,就能起到很好的,不干燥的深层清洁的效果了 最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轻轻的揉搓一下 就像一般的洗面奶一样,就能又滋润又干净了 那其实有时候呢,因为懒得做全脸清洁 我就会在洗澡之前,直接在局部长痘的地方稍微敷一下 然后洗完澡之后,用温水洗干净呢 痘痘就会明显镇定很多 就像临时的痘痘贴一样 虽然不知道大家平时使用的什么牌子的清洁面膜 但是很多清洁面膜里面呢,是会含有一些小颗粒的 这个Steady的清洁面膜里呢,也是含有积雪草颗粒的 所以轻轻打圈按摩的话,是有一定的去角质的效果的 那在这儿,如果大家不嫌心疼的话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超级不错的用法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用 大家可以把这个清洁面膜和沐浴露按照1比1的比例混合一下 然后用它搓澡就会有很好的磨砂效果了 这个方法呢,对我们背上痘痘很多的姐妹们非常友好 如果背上真的有太多的痘痘的姐妹们 也可以像脸上局部使用一样 在背痘痘上也稍微涂抹一点 让它们镇定之后洗掉就可以了 总之,用法多多 我最近有点喜欢上了这个清洁面膜 因为真的很好用 所以想在更多的地方用用看 没想到都还真不错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在冬季的清洁皮肤的小tips 以及最近发现了这个清洁面膜的多种使用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冬季也能完美清洁护肤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嘛,拜拜